今天我们来看一块拯救者的硬盘 这个盘的包装盒都带了 我估计入手的时间也不长 咱们看一下描述 硬盘据说是在使用过程中突然掉盘 后续再也无法识别到了 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换电脑都不行 需要进行资料恢复 咱们先打开来验证一下 这块硬盘现在在我的电脑上 也是无法被识别到的 硬盘用的是USB-C口 咱们现在外接一个电源 看看它能不能上电 这个电流只有一点点 这个到底是上了还是没上 螺丝在后面直接拆开来研究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拯救 这个盘还贴了一个易碎贴 撕毁不保 这个硬盘肯定还是在保的 现在让我来挑战一下 看看它能不能变成撕毁有保 硬盘这边我已经取出来了 看了一下 颗粒是H25开头的 这个标如果没打错的话 就是海力士的颗粒 现在用我的测试板来看一下 这块盘的上电情况是怎样的 上电电流 有跳动 难道只是它原来的这个盒子坏了 显然不是盒子坏了 因为接到我的电脑上 也是无法被识别到的 咱们短接看看 这边我短接用工具看了一下 AD开头的确实是海力士的颗粒 而且这个颗粒ID一个都不缺 接着我又换了一块转接板 等了大概有一两分钟吧 它才缓慢的被识别出来 不过现在已经变成Raw格式了 而且我还看了一下 这块硬盘的Smart信息 竟然还是爆01的 因为它还可以勉强识别它 我这边用设备给它读了一下这个数据 结果前面这里一堆爆错 而且这一个速度 可以达到惊人的56.2KB每秒 还是读一段卡一段那种啊 这个拯救时间 我估计得按周来计算了 而且这块盘是随时有可能 在抢救过程中突然暴毙的 希望它可以坚强一点吧 那这个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海力士的buff加成 这个不用我说了吧 大家心里应该也有底了 继续来看一个金百达的硬盘 据说这个盘是刚好用了一个月 它就不认盘了 现在需要进行资料恢复 硬盘它上级是直接调到这个路模式的 我都没有短接 不过硬盘的这些颗粒ID 它倒是可以全部读出来 是海力士的颗粒 一般像这种如果它是正常调固件的情况下 很少会直接进到这个路模式的 现在我又检测了一遍 这些颗粒的具体情况 它是零通道 还有第二个通道直接爆红了 而且这个盘它多测试几遍以后 这个爆错的位置还会不停的变换 像这种情况 它有可能是颗粒信号之间的通信不稳定导致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板层的问题 比较小的概率是颗粒自己炸了 不过这些信号线 它最终的还是要汇聚到这个主控上面的 咱们只能把这个主控拆下来重置一遍 求看看有没有改善了 主控重置过一遍以后 依旧是这两个通道在爆错 难道真的要干颗粒了 刚才我问了一遍盘主那边 要不要把颗粒干下来测试一下 盘主那边也同意我干它的颗粒 0和2通道在爆错 对应的实物应该是2和4这两个标记的颗粒 咱们先把这两个颗粒给它拆下来看看 现在第二个跟第四个颗粒 我已经给它重置过一遍了 不过从颗粒的测试结果来看 依旧还是有6个带在爆错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 就是这个颗粒出问题了 不正规的海力士 我是搞不定啊 那咱们就来看一个正规的 虽然我之前也修过不少原装正版的海力士硬盘 但一直都是负战机就对了 这一个硬盘据说是清灰以后 再插回去就无法识别了 这该不会又是打破了灰电平衡吧 通电发烫严重 拆机以后还摔了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摔掉什么零件 硬盘现在上电 好像是成一个短路状态的 我这里还能听到滴滴的电流声 大致摸了一下 好像也没摸到发烫的地方啊 那咱们开一个热成像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短路点 好像有两个地方 有点发烫 第一个呢就是这里 这个是电源转换芯片 另一个呢在这边 这是一个电容 这个电源转换芯片发烫 它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电流要从它身上过 所以我会选择直接干掉 这一个电容 就是这个啊 把它割了看看 电容割完 电流直接轻松跑上来 难道就这样直接轻松减漏了 这就是网友所说的 发烫严重 就是指这一个电容 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一刀下去能不能要到并除 好像不太行啊 这个硬盘一接下去 我这整个磁盘管理都卡死了 按这一个电流来看 它应该是工作了 并且主控都开始发热了 刚才我也上设备检查过一遍 这一个主控 它好像是不出信号的 接着我又测量了一遍 接口这边的信号偶尔电容 它前面两个 是没有数值的 而后面这一些 它是正常的 难道就是这个信号偶尔电容的问题 就是前面这两组啊 那咱们直接拿一个三星的料板 我们把这两组偶尔电容 给它换过来 如果还有其他地方坏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这个肯定是查不出来的 毕竟底下全部都是黑胶 电容不完 上机直接轻松点亮 不容易啊 终于有一把海力士原厂的胜局了 看一下QLC第一周的测试情况 上一次老化测试过程中 硬盘除了西数这一个没有复活以外 其余的已经开始陆续进行测试了 就是上面写了复活的这一些 之前总有网友留言说 我在黑三星在帮着其他硬盘说好话 好好好 那今天我就不帮其他硬盘说话了 咱们来赞美一下 三星是目前这一批测试硬盘中 写入量最少的 同时健康度也是这一些测试硬盘中最高的 其余的盘我今天就暂时不点开来看了 反正目前是没有报错的 等待盖棺定论 因为我怕网友又在说我 黑哪一个品牌 但是我想说的是 在我这里都是一视同源的 没有后门可以走